九州的牢房太舒适了 主上 时辰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对啊 今天是我们九州大喜的日子 苏玉 我准你跪地求饶 我就网开一面 可惜我腿脚不方便 恕难从命 主上让你跪下 跪下 跪下 主上 这里的风比较大 我有点不舒服 我们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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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子受苦了 子言这就带公子走 不 我不能走 天子的王后 她是谁 一个琴师而已 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 怎么会呢 一个 默默无闻的琴师 你怎么会见过的 不可能 说得也是啊 我都没见过什么生人 夫人 你真的 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我应该记得什么了 不 这样挺好 很好 儿公子 所有城门都要重兵把守 怎么办 剪辑行尸吧 感谢众爱卿 不远千里 共聚永安城 共赴天子大婚之喜 这是我们军家的喜事 也是九州之福 在这普天同敬之时 我还有一件大喜事 要向众爱卿宣布 当年魏国成败 我和众爱卿一样 还以为魏国公 已葬身火海 文昌公主 也已身殉国 魏国的宗室 血脉凋零 故将魏国的土地 交由成国葬馆 然而 得以九州 诸神保佑 魏国公和文昌公主 竟然大难不死 这是天在保佑九州 在保佑魏国 在钟爱卿的见证之下 我以天子之命 令成国 将魏国的土地 还于魏国 二公子少安勿造 岂有此理 天子不干涉 诸侯国家的纷争 早已是盟约 成国和魏国的事 怎么能是 天子说怎样就怎样的 是啊 对啊 若是如此 明日你们说 我们燕国归顺于魏国 是不是也让我们大王 拱手让拳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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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国人说话呀 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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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国有异议 来人可是成国二公子啊 正是 成国二公子 是不是也和重大